宜蘭連續38天加零 因此30號就開放 海泳 浮潛等水上活動 但是活動前後必須都要戴上口罩 維持好社交距離 如果是教練課程的話 也必須要全程佩戴防水口罩 來以確保學生們的安全 另外知名景點清水地熱骨 縣府則表示要先克服主食池的問題 才會考慮開放 今天出來晚覺得怎麼樣 很開心 疫情之下三個月通通關在家 民眾終於盼到降級 可以抓住夏天的尾巴 到海邊玩玩水曬曬太陽 抓住暑假的最後一天 最後一天 小朋友們很開心 很開心 我們從三四點半玩到現在 國內疫情逐漸向下 宜蘭縣更是攪除連續38天加零的好成績 因此宜蘭縣長林茲廟宣布 8月31號開始 宜蘭縣峽海域在落實防疫規定的前提下 開放各種水域活動 開放的活動包括衝浪 浮潛 潜水還用等活動 不過活動前後都必須要確實戴好口罩 維持社交距離 如果您是教練要戴團或是教學 則必須要佩戴防水口罩或面罩 並將學生人數降載50%以測安全 假如違反防疫規定 沒有確實戴好口罩 可依發展觀光條例 裁罰1萬至5萬元的罰環 據盈利性職者 儲3萬元到15萬元的罰環 潜水教練戴團教課 必須戴著防水口罩 又要咬著呼吸管 許多教練認為這樣在操作上可能不太方便 不過政府竟然規定還是會乖乖遵守 民眾在進行水上活動時可別開心過頭 忘記現在人在警戒期間 還是要乖乖戴好口罩以免遭罰 記者李可彥宜蘭采訪報導 請多教練習